大家好,我是宏傑設計的德哥 德哥今天陪你看房來到了台北市大安區 帶大家來看一下大安區的兩個物件 一個是透天的,另外一個就是電梯滑下 千呼萬萬死出來啊 今天德哥終於來到天龍國台北市大安區啊 今天要去看一個大安區蛋黃中的蛋黃 這邊的一個舊的透天 看一下這個舊透天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大家跟著維持去看吧 這裡是通話街 這一個是通話街 對,這條在文昌街賣家具的 整條賣家具的 全剩時期有100多家,現在不知道剩幾家了 通話街就是有一個最有名的就是通話街夜市啊 前面,前面的紅綠燈叫做林江街夜市 我們一般都叫他通話街夜市這樣子 他找地窗停車耶,這邊停車很難停耶 超難停的 寧江街早上是個早市,早上的市場 下午傍晚就開始擺起夜市來了 你知道嗎 這邊要停車真的超難,你看 拖掉車一直在循,你看 這邊拖掉超級,超級會拖的 在台北市停車動不動就是,你看啊,多少錢 半小時80,一小時160 看到嗎 我們去看個房子,等一下最好控制在一小時內回來這樣 等一下就花160,就為了來看這個房子這樣 這個就是台北市天龍國 中間,我們來到了台北市通話街的這個 中間,我們來到了台北市通話街的這個 這個容積率 就是督根啦 他這邊中介強調是他未來會有督根的話題啦 但是 從台灣各地區要推動很難推動 因為他有很多複雜的因素啦 最重要的複雜因素就是 錢的事情反不停 很多人不願意去督根 是有他的原因在 不是說今天你想要督根就督根這樣 所以他有很多問題要去協調 我剛看完這個房子 算投資客的手筆啦 因為我一進去看就知道這投資客做的 主要的線路他沒有換 大概水管有重拉過 但是應該是做半套的 他不是整個重做這樣 你拿來自住有點辛苦啦 因為這邊你看他的 空間很窄 不要說開車要進來 連摩托車進出都要很小心 但是他這邊的好處就是離夜市很近 通話街夜市他白天是一個傳統市場 雖然不是規模很大 但是一般的需求都OK 他臨近那個信義安和捷運站這邊 不會很遠啦 但是就是也要走路走一下子 在台北市這邊已經算是 蛋黃區中的蛋黃這樣子 我剛跟 仲介談過 他開價2900多萬 他屋主希望實拿是2600萬 那銀行見價呢 有沒有2600萬 仲介說有啦 但是我很懷疑啦 因為這個 房子的區段 雖然他的位置很好 但是要進來的空間不太好 所以 銀行見價能夠到 2200 2200 2300我就覺得已經算很 很阿彌陀佛了這樣 保守一點抓 假設你要準備 自備款 你只能帶 1100萬 2600跟1100萬的差距 是1500萬 還有仲介相關的費用 你要準備1600萬 這個房子 投資客做好了 所以基本上 也不用怎麼整理 只要買 冷氣家具家電 放進去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買這樣的房子 你要準備1600萬跟 家具家電的費用 但是你在這邊呢 開車絕對不可能 如果是開車一族的 可能不適合 而且他只有兩個房間 樓下是客餐廳一體的 代表你這個家戶人口 不能夠超過四個人 大概就是兩大一小 兩大一小的成員 你要住在這裡 而且要爬樓梯 這個部分就是要評估一下 家庭成員的分佈啦 如果你 樓梯爬的洞 主臥室在二樓 小孩房在三樓 他還有個頂樓的陽台 可以曬衣服這樣 形同於你在 買大樓兩房的格局的概念 但是大樓 你還有停車尾 這邊是沒有停車位的 你等於花了2600萬 買一個沒有停車位 然後一家三口住的一個房子 大家記得一件事 這是台北市 大安區 蛋黃中的蛋黃 如果你是不開車 你坐捷運的 或騎摩托車 就可以考慮這樣的房子 我們等一下呢 就要去看下一間 也是在台北市 大安心意交界的 這個橫平動物山段 看一下這個華夏 如果這兩間的房子 價位差不多 你會選擇哪一間 大家就跟著我一起去看吧 要買多塊 看一個小時兩分鐘而已 真的是天龍果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透天啊 因為在人家門口 拍攝的時候有點不方便 講太多 怕鄰居不高興 剛剛講到容積率的部分 他這個房子 是商業用途 第三類 商山區 他本身容積率高達 520幾% 也就是說 房子全壯有 32、33坪 扣掉建幣的部分 你可以換回大概90坪 剛剛仲介一直重複 一直在強調 他這邊以後可能會都更可能會都更 新華城的事情搞得沸沸揚揚 全台灣都知道 連國外都知道這個事情了 要搞都更這件事情 其實 不是 想像的那麼容易 你要買這個房子要等都更 我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房子要都更 至少還要等個 二、三十年 你花個2600萬買這個房子 等他都更 你要換90坪回來 到時候市值大概價值 將近兩億 也要等得到他能都更 因為這種東西都是 只是紙上談兵 他是有想像 話題想像性 但會不會成真不知道 如果同樣是商山的土地 對 然後一個是30坪的透天 一個是30坪的公寓 那就不一樣囉 30坪的公寓 他的土地池分很少 基本上來講 他不一定能夠換到 剛剛講的那個坪數 假的換到40幾坪 就很歐彌陀佛這樣子 他那棟房子的價值是在 那個10點多坪的土地 那棟房子沒有價值 所以你要的是那個土地 但是 你今天買了一間這樣的房子 他說可以租5萬塊 我是 很懷疑啦 兩個房間 兩間廁所 你要租人家5萬塊 不知道你在台北市 有這麼好的行情嗎 在通話街可以租到5萬塊 我是不曉得 能夠租到3萬多 我都覺得很厲害 假設像他講的5萬塊 一年租60萬 你拿2600萬 60萬除以2600 你投資報酬率是2點多% 所以這個你要去想一下 來到台北市大安區這邊 這是一個38年的電梯滑下 裡面的屋況到底是怎麼樣 請大家跟著我一起進去看吧 剛剛看完這個房子啊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房子的基本資料 他是全狀35坪 然後位於4樓 整棟樓有10層樓的建築 是電梯的滑下 總共有115戶的住戶 室內坪數有大概差不多 28坪啦 所以他公設很少很少 他沒有車位 社區租一個車位大概3000到4000塊的月租金 這樣 每個月的管理費 一坪是60塊啦 所以管理費大概差不多才2000塊左右 很便宜很便宜啦 然後你剛剛看到背景 這邊是捷運的木柵線 螢光佔大概150公尺圓啦 不會很遠啦 屋主之前有小小的整理過啦 感覺應該是十幾二十年前弄的 現在房子裡面狀況 需要整個大修啦 本來之前開價3400萬 現在掉到2980啦 屋主好像蠻堅持這個價錢的 銀行建價大概2700啦 是首購可以帶到7成 自備款要準備3成的話 大概你至少要準備個800多 將近900萬 房子整理大概要花300萬整理 整個基礎工程跟裡面的一些 修繕這樣大概300萬 加上一些 仲介的手續費啦 規費大概你要準備 自備款1200萬 這邊開2900多萬 他就是要拿2900多 7成的話你大概要帶 2100萬 你每個月關黃房貸 都要繳大概差不多8到10萬塊左右 雖然管理費很便宜 然後屋況 上可外觀看起來都還可以 外部沒有很嚴重的問題 跟剛剛我們看的那一間 透天的差別在哪 透天的你可能要自備款要將近2000萬 因為透天那個可能是 銀行建價建價的蠻低的啦 如果他的房子又是屬於這種狀況 可能沒有那麼好貸款啦 大概你要準備 將近1800到2000萬左右 也要稍微小整理一下 不用花那麼多錢 你是要租人家的 你就家電什麼買一買就夠了 這邊是住宅區 那邊是商業區 兩者的都更話題呢 那邊的都更話題 比較有都更話題 這邊 沒有什麼都更話題 因為 不太容易都更 因為住宅區的容積率不太高 換回來的房子 平數很有限這樣 德哥如果以自住的角度 你會比較推薦哪一家 自住我會比較偏向於這一間啦 因為這間真的是 樓居比較方正 而且交通還蠻方便的 以生活技能沒有剛剛那間 透天通話街的生活技能好 但是 這邊離捷運站非常近 走路150公尺就到了 各有利弊啦 一邊就是來賭他 以後都更的話題 看你是要存投資 或者是你真的就是以自住 他未來這邊價錢會 緩步的上漲 但不會像 那邊的賭性那麼大 這兩種你們可以去做個比較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陪大家來台北市 大安區 舊的透天 跟一個 舊的電梯滑下 以生活來講 這兩間 你自己要選哪一間 讓大家去做一個比較 這樣子 喝得到 我們在天 講 選擇 我們在 櫃子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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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